哈林各位,大家好,又是平行市中的新节目,我们继续请到一位嘉宾明仔上来,因为最近他出了一条片,刚刚陈立新鲜汶热,大家看到这个YouTube频道的背景,之前就讲塔尼班和富汗的局势,反应都挺好,所以我们就继续在平行市中做一些追踪的谈论, 大家的知识,很高兴,今天又再请到明仔上来,哈喽,你好,哈喽,哈喽,多谢你请我上来,那条片,我也跟你聊了多少个小时? 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应该两次加上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看完他就不想得到,你很厉害,一晚通定,非常精彩 好像头发又白了,眼圈,我之后那一晚,我来不及看别人的留言,我立即搭在床上,真的受不了,我虽然很想看,但是资产不赚了 你下条片可能要拍那些卖化妆品广告,遮着黑眼圈或者眼袋,好像那些女网红那样 其实我觉得这条片,因为这次其实我也有些事情想请教一下你,因为我那条片其实是想提供一个构图给观众,以101的方式 但102,103,104的时候,我觉得是适合你去分享,你比较long form 的情况去进行 我的用意,其实出这些片的用意都是希望提供到一个入门口的方式,给别人去进一步研究,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去做 这个我会问一些我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东西 你挺成功的,挺好的,大家讨论一下,希望我们真的是102 那你有兴趣的一些有兴趣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会评计说,20年来你进驻了,什么都搞不到 或者搞了些东西都可能发为污有 有这样的传统出现了 因为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看的 那我就想看看你,如果用最客观的角度去埋单计数 每一个有份的国家的利益 在这20年来到终结的时候,账簿的平衡 是不是每一个都达到它的目的呢? 或者是好像一般全世界的人都说,一边都达不到 或者是不同的人其实是有不同的进障或者窥损呢? 那我也想知道 好啊,好啊 我试试给一点点进入,看看你未来的新视频 会不会可以做到一些brainstorming 给更多背景的知识 我直接就出这段影片了 那我没得放在那边 那边也没得放在那边 这样的,我们分四个party去说 分美国,阿富汗人民,塔利班和中国 因为说得太多都应该说不完 那其实这四个party都已经很多了 那先第一个就说美国 美国呢,其实我觉得呢 他们20年前打这个阿富汗战争 第一大目标就是说 清除这个恐怖组织 或者叫做盖达组织 或者叫做拉登 那复却这个911的事件 其实就完全做到了 虽然花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就已经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以及震慑到其他的一些极端主义 无论是宗教也好 或者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些国家 或者组织 那其实做到的 那其实 除了踏到这个目的之外 那当然就是宣扬他民主自由 包括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那就这一样东西就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那其实呢 和汇报呢 其实就不是很成正的 那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在安全上面 就是中国说的 国家安全上面呢 就达到目的了 那但是成本效益 和实际意识形态的一些 的制度呢 其实就 就不是很符合成本效益的 因为死了几千个美军 又花了整万亿美金 那虽然是二十年花了整万亿美金 那一年几百亿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当然天文数字 那 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 其实就不是一些很大的数字 那 详细大家可以 现在COVID的时期 一可就花了一百亿美金 实际数字说 一个COVID的一年 那对上一个财政年度 美国政府的政府 是在说五百亿美金 就是等于二十年 这个阿富汗战争的五倍的开始 那所以如果说阿富汗战争是很夸张 令到美国政府会账战争 或者受不了财政很差 那这个东西就远远谈不上去 其实这一笔数 它是可以救他留在阿富汗一个世纪 那会有 美军的人工是会加的 就是随着经济发展 我们比较专业一点 那01年开始打反空战争 跟他去到高峰1011年的时间 其实那个开支都不同 说真的一句 但是很黎民地去计算的话 真的可以打成小 如果用一个案比例去做的话 那他尝试去提出一些意识形态 就像你的影片里面我说 那搞民主算计 比如女性的受教育 有得上班 有得开人门门 那些 那将一个世俗化的制度 是带到阿富汗 那这件事其实在阿富汗本身就不太成功 因为阿富汗是外于地理 外于历史 种族宗教文化等等 其实是很多不同的部落 以及一些类似的 由牧民作为部落的概念 那所以其实他扶植的阿富汗政府的政权 一直都只是势力 只能够在乞布尔首都里面去巩固得到 那实际上他也不能够 令到阿富汗成为一个亲美的政权 就是完全亲美的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这个事情其实他就是 达不到这个目的 那如果20年来说 美国埋单计数就是这样 那你说我铲除了一个头号的人 那要一些成本 那这个成本效益 是不是很高呢 那大家自己去计 那我只可以这么说 其实 就是几千个美军 在国内的政治是一个压力 那整个三千亿的美金 那你说是否有任何呢 那也不是的 那但是是否这么夸张 就说打这场仗 令到美国不行了 或者美元崩溃了 那当然完全不关系 那这样 那美国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样做 你觉得呢 你说完每一个国家利益 你可不可以 告诉我 你自己心算底下 它是一个 net profit 还是 net loss 嗯 都可以 因为你人命没有价值 可以 没有一个数字可以拼下去 但是 就是 责任地的话的话 你会觉得 我只要这么说 如果是 回到20年前 如果我是乔治布殊 我都会做 同样的事情 是的 我只要这么说 如果我是乔治布殊 20年之后 我今天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都不后悔过当初的结果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所以我心目中 我觉得美国是 应该这样做 乔治布殊 那部分其实很容易 没什么要选 全台都支持你 那些分裂声音 对他自己个人来说是有利的 是的 但是我意思是 就算去到今时今日 几代美国总统再看回头 当日应该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 我认为是 所以我觉得 都 乔治布殊 其实也是 没说怕 而是 你是要这样做的 就算有成本 肯定有难度 其实是 回自布殊 打后的政权 是的 真的要考功夫一些 根本那个是 打一张领牌给他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接着是Amazon Dream 是的 被人咬 其实是一张领牌 真是惨 是的 是的 接着我们可以 第二个角度看看 说阿富汗人民 我们常常说一些政权 说一些黎民八成 好像我们的草根那些 是不是 都要关顾一下 我觉得 我想一件事 就是 对于很不同的阿富汗人来说 真的有不同的一些影响 你说资本主义 是否可以令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很好呢 其实真的没有 因为本身富汗 其实真的很难发展 如果发展 它本身是 天然资源是丰富 地理位置也好 交通行道也好 交通行道也好 其实资本主义 那些资本家老早就去了 都不用你美国政府 打完场仗先去 对不对 他只是做回正常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不要这么乱 不要这么乱的时候 大家的人就会有生产 但其实有产生产度也不高 而且尝试会有一些平等 少少 女权会有一些更加强 好像刚才说的 不同的派对会多了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阿富汗人大部分都是信伊斯兰教 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那我们先不要说判斥的对错 如果以宗教信仰的价值来说 那你就能复权到他们原本相信的真神 可难经的教义 因为你所说人人生而平等 女性是不需要包头 对他们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可能你当我是这样 如果我当我是一个穆斯林 我在阿富汗 我这么多年 我爸妈 我做阿爷 阿嬷 都是读过半科兰经的 你一跟我说我女儿不用包头 读大学 博嘴 看YouTube 那我跟你死过都可以 我叫她拜神 我叫她Ramahdan 我叫她Fast 你给我说她可以化妆 塗唇膏 哪有这样的东西 如果用个价值来说 你会有很大的冲击 这个就是在你的影片里面 也有说到资本主义 或者叫做民主自由的价值 跟伊斯林的教义本身的一些 相差 我想没有那么违背 而是 你是不同的 简单来说 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是 我上次跟你谈 你有提过 他们立宪的时候 其实有某些规条 是跟民主制度有冲突的 如果你是符合一边的话 其实你另一边就是 一定是双冲的 他挺有趣的 是 挺有趣的 他当时的过渡政府也好 临时政府也好 那个宪法也是推动平等 人权 其实跟今天的塔利班 没什么分别 推动人权 平等 不过我们是一个 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他也不会可以改得到这个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读过本科兰经 大家都是伊斯兰教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只不过一个叫做民选的政府 去推行伊斯兰的教义 不过就是 在天平上 以前美国介入的时候 就促进资本主义 多一点 但是都要保留伊斯兰的地位 那如今就是 伊斯兰教的教义地位 似乎应该会高 所谓的 世俗化的一些制度 所以他都 说明自己不是 塔利班都说 刚刚今天走出来说 自己都不会是一个 民主政制的政体 那说明 那 你说对人民来说 我觉得 看你觉得你信哪样东西多一点 你喜欢哪样东西多一点 我会这样看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没有去过阿富汗 也不太认识 阿富汗实际的人 为什么这样想 不过 很老实 我纯粹推断 我们 用一个理解的角度 塔利班这么快 就佔领了整个阿富汗 其实认受性都应该不低 我只可以这样说 认受性应该不算低 如果不是应该会有 应该会像缅甸那样 很多人反抗 起码会这样 对不对 你不要去反抗到多少天 上街示威一下 大规模组织 我想也不会没有 但至今我们也没见到 所以其实认受性应该不低 这个我想是其中一个观点 那 还有计算 我觉得 你试了另一样东西 对阿富汗人来说 试了另一样东西 试完另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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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民主制度 那 有些 可不可以喝啤酒 可不可以 这些能不能做到呢 可不可以 不肯定 真的不肯定 不知道 有机会 我们自己上网看看 有机会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问一问 好吗 但你这样就没有得一个人去旅行 我刚刚有个 我刚刚有个学生说 播放一个人去旅行 J2 现在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真的 可能你知 我也是最近有朋友 在inboxer 给我看我才知道 我是被通知 我是被通知 明仔一个人去旅行 刚刚现在播放我J2 晚上7点半 不是帮你买广告 因为我都没有看 就是最近这次 不是你画面那条广告 之前我有看 今次我没有看 还有第三个地方是哪个地方 巴基斯坦 不是 第三个 我们在说特利班 特利班 特利班 特利班一定 如果你现在 以这个时间点来说 他当然可以熟 因为你想想一样 就是 以前 反而 他96年奪权的时候 其实没有太多人展示他 国际认受性 又不太高 但是现在好像挺高调 至少全世界都知道 你想想 96年 你知不知道塔利班 是掌权阿富汗 在国际上 美光灯下 是没有他 巴基斯坦 也不太高 但是在20年的过程 当然 你当他含身如虎 有什么都好 如果可能他过50年 100年都是执政的话 其实可能今时今日 塔利班的领导人 过50年 就好像毛泽东 那样说 自己是长征 就不是穿草 明明是不够打 你入山区 01年反空战争 就是长征 我就是退守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山区 含身如虎 打游击战 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 可能到时的版本是这样 当然他付出了20年的时间 人命一定有 现在就看他 现在得到 讲真一句 我觉得 不要觉得他很容易做 因为其实也很难做 你想想 你所有的圣战事 就是你招揽回来 你原本的视线 那个规定是什么 是 是 是圣战 对不对 你是 你是 推荐伊斯坦教的教议 但是 如今你要去做一个 administration的时候 你又要杀制 你又要杀制 而且你想想 我今天也问一个问题 我今天做公共训练 的时候 我都有跟一些学员分享的东西 你想想一样 就是 打完圣战 那些圣战士 在可兰京上面 打完圣战是有72个处女 去作为一个回报的 打完圣战士 是因性战而死才有 应该是 应该是 但是 现实也会有个期望 你明白吗 现实也会有个期望 例如拉丹 自己也有十几个老婆 真的很夸张 他在地球已经有四分一 所以 有时 我会这样觉得 作为一个男性 的话 伊斯兰教育的教育 好像都不是太差 吹吹吹 但是 我意思是 你怎么去整理一些势力上的平衡 或者是他们的期望 管理 其实是困难的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不去平衡 你想想 在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底下 虽然 之前阿富汗政府就不是 十分之 掌权得很确实 但是问题就是 始终你这些人民是一个习惯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看YouTube看到很多年 我不包头 这些女人 我读书了 大家讲平等的 讲选举 可以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如果一下子完全没有了 他就要看他能不能控制 数换都是一句 但是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反抗 所以你看到你走出来都很搞笑 塔利班那个发言人说 我们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 但是我们会尊重大家的权利 那就是怎么样 哈哈哈哈 全都要伊斯兰教 我不可以做给你们 是啊 就是这样 嗯 嗯 就是跟我们平时 在香港听开的新闻一样 其实你还是不太理解得到 其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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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了一句话 他是不会有错的 是不是 之后做什么都可以 我自己想 我自己在眼球角度去看 你一个几千年的宗教 他不会说 经过了二十年的苦战 我们改变 喂 犹太人这么久都没有变过 不会这么变到 我觉得底运上他们是不会变 但是如果他们要 他们反而这次可能经历了二十年的寒暑之后 反而回来的时候 他能够聪明一点去处理一些他不想改的东西 他可能反而会做得更聪明了 嗯 他照样不需要改变思想 但是他会做得更聪明了 而不让别人去抽情得太重要 嗯 而他这个过程 他可能要费用服务 他可能要 扮一下都要 但是透过扮的时候 可能他都做得没那么张约 间接地都可能令到整个人民 可能会有少少的进步出现 因为他要扮演 嗯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定义为进步 我觉得是会 是这样 就是会去尝试共同多一些 就是比假几年前 是会尝试去共同多一些 起码一开始他会扮演努力去做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 那之后扮演努力 那就看另一边 就是 你会不会遇到很大的反抗声音 反对 真的会恐惧到他的执政 那如果没有 那当然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继续太公分猪肉 分得到混准 那就可以了 是的 那所以都是要继续看的 那但是 我认为的就是 他会try 他一定会try 他会用上司和20年前的 少少不同的approach去做 因为那些人都已经不同了 那些人的思想或者生活习惯 有少少不同 是的 那塔利班的部分是这样的 其实是不容易做的 我真心觉得是不容易做的 那 那 成王拜扣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中国大陆 很热 我们现在经常都听到一些 就是 分析就说 都是 塔利班是亲中 又或者是 中国是 拉拢塔利班 去 渗透到中亚 那 那 这些说法 我觉得不是错的 但是我又不会完全认同 中国来说 我觉得 今次 你可以说去一个 机会 也可以 你可以说去一个危机 也可以 因为呢 其实原本 美国在 这个 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里面 支付的努力 是令到当地 是相对地 局势 比较稳定 就是 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利益 的持份者 其实 有美军想到的时候 其实 是 是挺高的 那我经常都用一个比喻了 就是 是 波兰街 就是 之前我在做 转换 我自己会员群组 都有说 波兰街 有几个不同的社团 有 十四 和声和 老潮 新二安 在这儿 在这儿 发地盘 发地盘 哈哈哈哈 我扮 我扮识的 哈哈哈哈 我扮识的 是不是 有人喜欢开赌档 有人喜欢搞一流一 有人喜欢做饮食 待客拍车 什么鬼都好 总之大家就在这儿找吃 那 有 有美军在那儿 那大家 找一口饭吃 那总之有些他不太喜欢那些人 那你就躲在一边教生意 但是又不是要你死 那最重要是秩序 以前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 美国佬又不是在这儿做生意的 那真正要做生意的 那是哪一个呢 在中国大陆 要在波兰街上 建浪豪邦 是吧 就是他的项目就是 建浪豪邦来做生意 赚钱 是吧 那要建的是中国大陆 那所以 现在就是 美国人就说 我走了 我不管了 我不管的时候 那就把问题交给你 我又不可以说 这个是冷摊智 或者是残局 但是因为美国人的离开 对于大家来说 就是势力就不再平衡了 或者你原本没有的东西 你现在有机会拥有 你原本有的话 你现在有机会失去了 那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呢 会有些交易 在那个地区上面 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那现在就考中国人的功力 就是究竟你中国政府 有没有能力 你当是威逼也好 利有也好 强权也好 军事也好 什么都好 你可不可以做到接近的效果 又或者你可不可以 用不同的利益分配 计划当中 一些不同的利益分配 那我自己觉得是困难的 说真的一句 需要不需要再说一下 什么困难呢 我自己理解就是 它其实可以好像参照 它过往的做法 比如对非洲也好 可能对斯里兰卡也好 就是有钱给你 然后你们政府就建计某些基建 一带一路 然后你就请回我们中国人去 然后大家开心 大家有钱贷 如果说的话 卖不了我 我就拿了你的地方 你觉得卖不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会用一些问题去问一下 我先讲历史 我们先不要讲经济 我先讲好像前苏联 我们先讲地理 你这条片说 1979年苏联入侵亚富汗 苏联可以入侵亚富汗 因为它的军事势力是中压 所以它才可以在地面部队陆军 部署进军去阿富汗 但是中国大陆今天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隔了十万八千里 你要在新疆和西藏 再部署兵力 再横跨这个 起码山山 跨过这个夏浅维尔 走去富汗 还要和这些山区的人 打游击战 或者去维稳 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连美军都难做 不要说你解放军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又是不公平的 简单来说 这个选项是成本高 效益低 所以如果要强权去令到那里的地方稳定的话 似乎不太好 第二个就是搞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本身 其实就是一路 刚才说 富汗本身是窮到脱落的 窮到脱落的 因为干旱 高地 没有耕地 没有水源 自然的资源不多 人口又不少 然后整个国家的山区 建公路也好 建铁路也好 成本也高 效益也低 但是本身这件事就是 如果找到钱的你想想 如果我找到钱的地方 我是资本主义 我跨国企业 不用你大陆说 我都去了 对不对 因为大陆需要去拉 沿海 沿海城市 和大西北的 发展的平衡 所以他迫着也要搞 那就是把一带一路连通 而巴基斯坦就是一带一路连通 最便宜的地方 我强调的是最便宜的地方 但是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你想想一件事 就是 其实用回刚才 起朗豪坊的例子为例 其实你本身起朗豪坊 就已经不是很赚钱了 现在还有陀地去收你 和你收保护币 又或者要和你分多少少 那这件事呢 就要看看究竟 中国的购买是怎样 但他原本的 那个商业伙伴侣是什么 是巴基斯坦政府 是吧 那你现在要偷多少少出来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够 那有可能说 你刚才说 我搞一些基建 就好像明仔刚才说 我可不可以阿富汗搞一些基建 我可不可以不只是经过巴基斯坦 有些经过阿富汗 可以不可以 都是那一句 如果成本效益是高的 老租就搞了 那老租就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做部署了 那就是因为我成本效益不高 那成本效益也不高 你要再重新再投资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说是的 你投资完我借钱给你 起完一大堆东西 你还不到钱 那就是我 那就算是你也好 那样东西如果是回不了本的话 那给你也没用 是吧 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这样 那所以 你可以说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困难重重 就是由过往的经验 就是阿富汗人自己的 美国人在那里的经验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困难重重 为什么呢 其实下一次 你当是翻版 当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那就推动共产主义 是吧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中国 去渗透去到阿富汗 或者巴基斯坦 那其实美国的牌头又变了 就是社会主义渗透去到中华的地方 我们都是反共 其实那个游戏是一样的 到时又会有拉登2.0出来 就是美国会责任 另一个人去和你打这场政战 其实现在今天你看到 其实挺有趣的 我刚刚上想说 你看一些报道 不是说很多 美军撤离得很闯脱 跟着很养衰 输掉了 就是形象 大部分分析都是这样 但我觉得它撤离得很好 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想和你研究一下 就是有没有所谓的 有没有所谓漂亮的撤离 是 是不是大家看完画面 看到结论是这样 就夺定了 在另外一个平衡时空 没有一个是差得过这个 我自己 我没有答案而已 但是我很想知道 就是以你的角度 你认为有其他可能性的 是 我首先提出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平时 用画面去看的话 它在意识形态上来说 是真的撤离得比较闯脱的 就是人道的角度 又或者是你当善后 所有东西都处理得很差 但是如果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结果可能是它 带出来一个 它事先的结果 而它要是用这种方法 去达到它整理的结果 那我们留意一下 就是在2018年 2019年 其实特朗普老祖 已经是不断地说 要由阿富汗去接军 也都派蓬佩奥去过很多次 和塔利班的高层背面 是美国人先禁制的 然后塔利班才飞过去中国 见王毅 所以主导权其实是在美国 美国是先发球 跟着中国是接发球 OK 首先说回就是 如果美国人要撤军 它要达到这个地方乱 那它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 那没有 要么就挑起纷争 要么就挑起一些欠利益 欠地盘的纷争 纷争就是在前者的意识形态上 要么就可能放肥猪肉出来 让大家去争 好了 那你在阿富汗打内战 其实对一带一路就没有影响 因为一带一路是不经历阿富汗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影响到一带一路的话 你是要影响到巴基斯坦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简单来说 阿富汗是要想去争巴基斯坦的利益 所以一个统一的政权是需要出现的 在阿富汗里面 你阿富汗自己打是没用的 就是影响不到中国做生意的 就是刚才说的 你浪河帮建在波兰街 但是你庙街均佣是 跟波兰街做生意的 是没关系的 你是要在波兰街均佣 那浪河帮才建不了的 才没有人去购买的 所以就 他要做到的一样东西 就是你看到几样东西挺有趣的 我问这个问题了 无端端怎么这么急走 你想想一下如果你是美军 那么我这么急走 就是要做些什么 留下一些东西 其实你见今天急急脚 周拜登已经说了 其实他们 我不记得他用什么字 来认为 他们留下了一部分的物资和军事 因为很创传 很急 所以其实 被塔利班 是啊 已经是铺到路说什么 将来 你会看到 战场上 有一些 美国的军备 如同太阳由东边升起 这么自然的事情 我对不起 我当时走得太创传 带不走那么多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就是 一路 一路 美国就说 我们错判了形势 我们觉得 这个阿富汗的政府是会有些抵抗 阿富汗的命运是应该要阿富汗的人 自己决定 他们乱来扶不上病 不关我事 然后阿富汗的总统走出来说 我们希望 不希望 有流血的事件大规模 所以 我拿了所有钱 着草了 对他来说 是不是最好的结果 我拿了所有钱 着草 如果我们过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一个月 我们都见不到 这个阿富汗前总统 着草之后 究竟有什么新闻 那就更加证明了他什么 其实他成功着着草 他已经成功 在这个 尾光灯之下 功成真退 拿了些钱就算了 结束了 简单来说 按价费 当然这是我估计 所以要多看一个星期 一个月 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他根本就像人间蒸发 那就可以了 这是其中一个理论 是 一个讲得过的事情 所以 当塔利班掌权的时候 就是一个统一的政体 你想想 冯沛奥飞了这么多次 会不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美军在那里这么多年 我自己的看法就 说得太过疑气了 如果说他不是特意的话 我觉得太过疑气了 再加上中国的一些回应 还有我在做直播也说了 布林肯说得很清楚 清楚地说出来 我想在阿富汗周边的所有国家 都没有人希望阿富汗乱架 大家都没有好处 这样 已经说出来 如果你不想大家都没有好处 那就不会搞乱了 但我现在就是想由他去乱 而你看到塔利班走过去见王毅 那当然你可以说他们很友善 但其实反过来这么说 如果你当你要做饮食业 你做整行的 那你在波兰街开一间打火鍋 那你都要跟那些拍车仔沟通一下 都会聊聊天 都会打个招呼 坐下喝淡茶整个包 他混盘挤过来 那你都会封一封利是 对不对 然后你做生意 你都会说 我都希望我门口 安安定定 和和平平 人又来到 车又来到 王毅其实都是说同样的 我们支持你们的阿富汗人民自己去决定 我们期望见到和平和稳定的局势 那这个其实很明显是中国的立场 中国一定是说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友善 我其实就不太同意 其实说真的一句 大家都在试 大家都在试 以我理解你的角度就是 其实四个派对里面 其实都可以无灵两可地去解读 唯一一个真的可以清楚一点 大声是塔利班 对不对 对 由现在这个暂时的结果来说 对 起码掌权 有多些发挥的空间 这是事实 就是比起以前 穷到脱落 打内战 或者是被人打空战争的时候 一定是最好的局面 现在 也想不到是阿富汗 我以为只有我跟你 会留意这么无聊 这么闷的东西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喂 你这条片 你这条片一天有3.9万个观看 大哥 我那些 三百个观看 哈哈 我没有想过是 会有人 我就是收到很多inbox message 突然间 那么多人会知道 是不是直接做得太好 说这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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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的 我也有少少inbox 有没有原因 为什么会突然 好像传承关注 塔利班那么远 嗯 都可以有 几个角度去 传释一下 都是估计的 我觉得 首先就是画面 比较触动人心 就是你说mangay 那个 就是你会好像看回 好像看回电影 罗亚方舟 大家抢那张入场券 就是攀山洩水 都要去 去掏烂 那你就 入场券我以为 我说是知王买中学有票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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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是电影业的 哈哈哈哈 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本书 是 讲关于Rationality 他说人的情感 很多时候他会受一些 比较Graphic的影像 去影响到大脑 令到他可能会 作出了一个不合比例 和现实不合比例的一些错觉 比如 你去问一个 美国人 你说恐怖 就是在这么多社会问题当中 恐怖袭击 恐怖主义这一件事算不算是很重要 十个有九个都会获回的 嗯 但是如果你要看回 可能有 一些比较客观的资料的话 恐习而影响到 每年的丧失的生命 其实是在说很低很低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上 新闻会看到很多图件 哇 那些挟持住人质 恐习又炸很多人 其实 不能够跟战争比较 其实如果要跟战争比较 其实要跟战争比较 就会炸很少人的 但是 总之如果有一些 比较刺激一些的画面出现了 比如 哇 我看到亚马逊 由太空拍到亚马逊 哇 烧到烟了 那一些 会令到 很多人会忽然间 care 而care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会 会超过正确 嗯 你看到的影像 会特别有一个 人性出来 我会觉得 对他其实 所以我觉得画面其实挺重要 是的 我知道 有他重要性 有他重要性 不过不是一个拿捏 他的proportion 一个好的渠道 我觉得 是要长期的去了解 就会有一个好的 客观点的proportion 就是proportion 其实也很重要 你过了 你突然间 对 你失去你的proportion 没有那个sense 的proportion 我觉得 也有得更改的 那些地方 啊 你说这件事情 我之前 我刚刚做平衡时空的page 的时候 我那时候 委内瑞拉 刚刚经历了这个 超高的hugger invasion 那我出了个post 就说 干地人是拿一些 银子来做一些手工 在制裁 手工系 我们有看过 是的 是的 其实没有什么人来的 当时 德国那时候也是 对 是的 这些其实相对的画面 就没有那么吸睛 我自己觉得 就是和人命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像 是很吸睛的 你超高的hugger invasion 那些钱不值钱 那个地步 你拿它来接了它 我和你都觉得 我们是不会明白 就是你要我现在拿一张 那些展现的会比较强烈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 看下以什么形式 我就是说 人命当然可贵 但是如果你人命 是以一个很graphic的影像 去呈现出来 大家才会去car 是的 那些百分之一 的GDP 是要花在 恐习多过 在交通的督道上 或者可能是安全自私 不合理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 sense 那些分比较的话 是的 没错 对 是的 你应该要看多些 看多些big data 对 你说真的一句 乘车的交通意外相亡 一定会令我乘飞机 但是你乘飞机会买保险 是的 但是你乘小巴没有买保险 你乘巴士没有买保险 我说服我老婆 跟她说我去玩跳山 我去刺激运动 然后她会说很危险 然后我就会看 最安全 我给她看 因为跳山而死亡的数据 是最低的 比你开车 那你又让我开车 快速吧 对的 类似都是这样的 你越是 的效果越是 越是无可挽救的时候 你就要越安全 是的 其实是对的 是的 这是第一个 我也做了第二个想法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 一些 个人的 或者叫香港人的 一些 或者是思想上面的 一些投射 我自己会这样看的 正如你看到 也有些说 今天 顾瀚明日到台湾 大家都会用这些 来做一些宣传 我觉得其中一个 关键的位置 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去留意 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塔利班 见过王毅 有说过他们一些 的话 所以我想香港人 有特别留意一些 因为觉得 关自己的事 也都跟中共有关系 跟中共的国策 对外的 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 有关系 大家又会再 跟这个 要再接近 人命的 那个画面 所以 香港人 就很 在这件事 我觉得 主要是这两个 大家都心里面 想找一些 parallel的东西 去 作比例 可能 作比较 作比较 看一看会不会找到一些 一些 因此 在自己身上 或者自己 生活的地方 会有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原因 是比较大的 我也有的 因为我也有 不过我 不过我长期都活于恐惧之中 所以我经常都 像哪样 像那样 还是怎么样 你做这些视频 本身就是一种 自残行为 还是活于恐惧之中 不过你的自残的倾向 好像 我就再高你一点 我觉得 我就算是 世界很安稳的时期 我也是活于恐惧之中 我自己是客自己的 是 其实你聊得挺开心 我们以后 如果你又出片 我们又再 继续聊天 也好 好啊 好啊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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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介意 又跟我这些 那么闷 那么重口味的人 在那儿聊聊天 吹吹吹水 又粉蜜 我觉得闷 我觉得我喜欢 没有人跟我聊这些东西 因为 这个 这个九龙皇帝 又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相信这些人是 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不要回答他就可以了 神經病的 你这些人傻 其实我都不太跟其他人说这些 听说你又 在准备第二条阿富汗的电脑 是吗 是 是 好啊 期待你又继续出片 我继续帮你去看一些 history 现在 fair check data and other 用一些经济的角度去说 希望input到些东西 给你帮到手 好吗 我们下次又上来follow up 聊一下 好的 straight up polyconomics 好啊 下次再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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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